第35题 有关于眼睛与眼镜的叙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不管是近视眼远视眼或是老花眼都要带透镜来矫正而不是面镜面镜是反射的 所以选项B老花眼可带适当焦距的凸面镜矫正是错的 我们晓得近视眼就是因为成像在视网膜的前面 所以东西要靠近它才能够后退落在视网膜上 而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焦距过短 所以选项A说水晶体的焦距过长导致近视眼是错的 选项猪说近视眼是指远处的物体成像在视网膜的后方也是错的 那只有我们的选项C是对的 近视眼是因为我们的成像太前面 所以我们要让它发散一下 所以我们要带凹透镜矫正 所以选项C是对的 三十五题问说有关于眼睛与眼睛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近视眼可配当适当焦距的凹透镜